2018年12月25日凌晨,通信技术试验卫星3号在中国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 远洋航天测量船远望7号在南太平洋对该卫星进行了精准测控 这是远望7号一个月内执行的第二项测控任务 2018年12月8日,远望7号圆满完成了嫦娥4号探测器海上测控任务 时隔仅17天后,它再度执行通信技术试验卫星3号任务 两次任务之间的准备时间很短 据了解,远望7号2018年共执行8次任务 通信技术试验卫星3号是该年度最后一次任务 发射日期距离2019年元旦只有不到一周 这也勾起了船员们的思乡情绪 哪有人出来这么长时间不想家的 对家人来说,可能来说有一定的亏欠吧 尽管人员身心都背负着压力 但远望7号在此次任务中依然及时发现目标 捕获跟踪稳定,录取数据完整 与西安中心西昌中心进行了各类信息交换 顺利完成了此次任务 这一任务的圆满完成也标志着远望7号 2018年度海上测控任务取得满堂红 据悉,远望7号将于一个多月后返回中国卫星海上测控部码头 配思计 优先 继续以赞行为 将继续时 参与 天